另外一个这个话题最近大家也在关注的就是打了高端疫苗之后出不了国怎么办呢 加上这个国际的新冠疫苗到货量蛮充足的所以最近打气是更加低迷了 我们的卫福部长陈时中他昨天也坦诚说高端疫苗可能打不完不用这个骗自己 并且表示要发挥这个地球村友邦的效益 看哪里有缺就可以往哪里送 而这个指挥中心其实是在12号的时候公布了接种高端的人可以入境六个国家免隔离 好结果昨天不到24小时六国缩水变成了四国闹出大乌龙 好指挥中心的发言人庄仁祥就表示说是因为这个外交部的资料有误 所以做出更正了 那么对于已经接种一季或是两季的这个高端疫苗的民众 如果最近有需要入境他国要提交这个疫苗接种证明的话 现在指挥中心说了可以依照需求在出国之前来接种AZ BNT或是莫德纳这三种疫苗 所以昨天这个消息一出之后 民进党立委高嘉宇就在脸书上头庆贺说打高端的朋友们赚到了 引发网友的批评 好高嘉宇赶快又改口说打高端的朋友照过来 对此台北市议员尤淑慧就在脸书上头表示 不是打高端赚到是高端赚到了吧 因为明明都还没有三期临床 也没有国际认证的疫苗 国库硬是采购买入了 现在出了状况又是国库帮忙擦屁股来善后 而至于这些高端疫苗打不完 陈时中讲说不用骗自己了 游淑慧则是认为说这连骗都懒得骗了 他只说喝酒唱歌抽烟还有错误的疫苗采购政策 确诊枉死的848人 但我们能拿他怎么办呢 官都没有错商人也无辜 最后倒霉的还是谁呢 还是人民 另外因应这些民众紧急有出国的需求的话 如果打了高端 间隔28天可以再来混打AZ BNT或是莫德纳 但是现在国民党文传会的前副主委 黄子哲就表示说 如果这样子施打混打 会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或是风险呢 既然这个总统蔡英文 是已经带头接种了高端 指挥中心现在也开绿灯了 那么就让这个蔡英文总统先率先施打好了 来提高国人的信心 指挥中心日前开放高端出国者可以混打其他疫苗 但在公布高端认证国家竟然出包 原本公布版本承认高端疫苗的国家 有以色列阿根廷 纽西兰 帛琉 印尼和贝里斯等六国 但13号晚间又紧急更正 拿掉了以色列和阿根廷 外交部也发声明表示 高端疫苗不在以色列承认之列 针对阿根廷则是建议 等他们入境免隔离措施 上路一段时间之后 再纳入可接受高端的国家 还有专家认为一般民众不能混打 但高端族却可以先混打 政府根本就是双重标准 更有网友点出 陈时中当时在立院呛 世界不是只有美国 结果现在又变成 为了美国留学生 而开放打高端者混打 根本是在自打脸 开放高端混打仪式 网友一面倒炮轰 指挥中心毫无章法 真的是把民众当傻瓜 记者 林佑晨 王一仲 台北报道 有没有人是打高端的举手 留言告诉我们 有的人是自愿打高端的 但有的人 刚刚之前播新闻的时候 有观众朋友很热心 留言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的太太是老师 老师有些人是被迫 打了高端疫苗 那么现在还有一群 他们是这个疫苗的受试者 也打了高端 那出现什么样子的状况 一起来看看 在PTT的八卦版上 这一名po文者 他就自嘲说 自己是四季战士来报道了 这个网友晒出了 他的小黄卡 大家可以看到 上头他说 他参加的是高端疫苗的 临床试验 所以早在今年的2月 23号的时候 就打了这个高端的第一剂 那么三月的时候 打了第二剂也确定打到的是真的疫苗 不是安慰剂 那么在今年10月的时候 又加打了一剂的是BNT的疫苗 他说我可能是全台湾 甚至是全世界第一个 打完两剂高端 再打了一剂BNT的人 他自嘲自己好像是笨蛋 网友也说 你是这个新四季福音战士吗 还酸他说赚两剂赚翻了 说这个四季打满满 讲到这一件混打 高端混打其他mRNA的疫苗 或者是AZ疫苗 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呢 来听听医师怎么说 基本上就是一个根本上 否定了高端疫苗的价值的一个做法 因为他根本就认为 你打的不是疫苗 是个水而已 所以这应该算是个重打的概念 而不是一个混打的概念 所以他们在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提出 他这个混打到底会产生 怎么样的不良反应 完全没有 虽然他们是不会产生 什么不良反应了 但是他完全不提的道理在哪里 就他根本否定了你这个高端 是个疫苗 根本打的是水的意思 那这主要就是说 他不想混打了 因为混打会造成疫苗接种 相当的混乱 所以他根本就不想开放混打 所以他用学理依据 来当做个借口 那到了他需要混打的时候 他自然就开放了 要什么学理依据啊 所以这个是个明显的一个双标 这个学理依据只是他把它当做 他要不要开放的一个借口而已 外交部现在对于哪些国家到底 能够接受施打高端疫苗的人入境 那么也一直提供一些混淆的讯息 那表示国际上对于高端疫苗的施打者 能不能入境 到大部分都表示了一个非常保守的态度 高端疫苗到底可不可以混打其他的疫苗 老实说全球 国内都没有相关的研究报告 那么现在卫福部就表示说 你可以施打4剂的疫苗 然后出国去 那国人不就疯了吗 因为到底能不能打4剂的疫苗 到底能不能混打 都没有任何科学的实验报告 卫福部就说了算数 那卫福部说了算数 是表示之前高端疫苗 它就是个安慰剂 还是大家打4剂的疫苗 这么大的量都没有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为了应该被扩在这儿 这在院几岁的疫苗 现在几岁的疫苗 已经满手回到了 就倒了 能不能打4剂的战果 我们下安慰剂还是